第2758集 桂陵云闻言,俏脸瞬间苍白无邪了 叶晨,你这是在干嘛呀? 这时候还要挑衅林小顺? 要知道,林小顺这人可是极为极为好面子的 在这么多人面前对他说出了这样的话 即便是周琼,他都有可能要拼一拼 现在是根本不可能放过叶晨了 桂陵云深吸一口气,对着叶晨低声道 眼下也只有让叶晨逃,才有一线生机了 可叶晨却仿佛没有听到他说话一般,无动于衷 桂陵云真的急了,叶晨不会真的这么莽撞吧 要对上林小顺? 以他的修为,简直完全是在找死啊 而此刻林小顺却是笑了,宛若独龙张嘴一般地笑了 他双眼充血,面色猙獰,残暴地看着叶晨开口道 好,很好 桂小姐,这桂家仆人真的是有骨气啊 让本公子要点脸 桂陵云攥紧了双拳,突然道 这只是他一时冲动而已,我替他和你说声对不起 低头了,桂陵云为了一个下人低头了,众人的神色更加精彩了 而周琼额角的青筋已是清晰可见 道歉 林小顺眼中的凶光更强盛了一分道 桂小姐,你的道歉对我可没有任何意义 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我的脸找回来 他说到最后已经近乎嘶吼了 而就在这时,叶晨却已经晃过了桂陵云 面色平淡地看着林小顺道 难道你也和那个女人一样爱叫 叫得大声说明不了什么 叶晨,你 桂陵云真的要气死了 他拼命地维护叶晨 可叶晨却自己往火坑里跳 他不会真的以为林小顺是要指点他吧 叶晨却是平静地看了桂陵云一眼道 这件事你不必插手 凭他伤不了我 桂陵云听到叶晨这句话 简直要疯了 舞者自信是好事 可也要有个限度吧 自己都做到这个地步了 可叶晨却让他不要插手 好像自己多管闲事一样 从来没有哪个男子对他是这样的态度 桂陵云冷哼一声道 好,我不插手 你自己喜欢找死就死吧 他生气极了 心中还有一些委屈 但话虽是这么说 桂陵云心中却打定了主意 若是叶晨真的遇到生命危险 不论如何都要保住叶晨一命 虽然那样的下场也绝不会好到哪里去 但总比没命要强 林小顺文言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没见过蠢到这种程度的家伙 有些天赋就真的以为自己无敌了 不过这倒也正合了他的心意 林小顺看看叶晨 小子,我有些明白了 为什么桂小姐会看上你 男人应该自信 但自信过头了就是无脑了 懂吗 懂 叶晨嘴角扬起了一抹笑意道 我让你要点脸 懂 看来你很有自信 那也别指点了 你还不配 你不是想弄死我吗 好,给你个机会 你我生死战如何 众人文言 大脑都要停止运转了 他们一个个张大的嘴巴 目瞪口呆近乎实话 主动生死战 一个圣祖境 主动和乾坤境九层天存在 生死战 没搞错吧 这哪里是傲 是狂啊 简直是疯子 就连林小顺 都被叶晨这句话震住了 桂林云文言 美眸之中骤然浮现一抹绝望之色 完了 叶晨没救了 生死战的话 他也没有插手的机会了 周穷淡淡地看了一眼叶晨 这小子倒是有点自知之明 现在死在林小顺手中 对他而言 可能还算一种幸运 若是落到了他的手上 叶晨会知道 什么叫做真正的生不如死 而最高兴的莫过于贵平与张炎儿了 这废物要是这还不死 那真的是天理难容了 轰隆一声 狂风呼啸 一股澎湃至极的力量骤然涌现 天地之中 突然响起了一声哀鸣 仿佛是无法承受 这强大至极的力量一般 而这力量的中心 便是林小顺 他此刻 眼中的怒火 几乎都要将苍穹扁燃了 连话都说不出来 便要直接动手 叶晨是彻底将他激怒了 从小到大 都没有人敢在他面前如此嚣张 叶晨是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 浓郁至极的金光 自林小顺的周身激荡而开 他手腕上的金线 光芒一闪 飞速解开 缭绕着林小顺的身躯 飞舞了起来 这金线之中 散发着极为凌厉的剑气 微微一动 便是将周围的空间 乃至于天地法则 切割出了道道裂痕 众人目光一闪 这金线竟是一柄剑 一柄极品宝剑 下一刻 那庞然金光 那无边剑气 瞬间锁定了夜尘 呼天盖地的光滑 瞬间凝聚 裹挟着能够冻结天地的杀意 吵着夜尘狂斩而来 金光之中 无尽道运迸发 竟是瞬间 凝成了一枚道印 众人看到那枚道印 又是一阵惊悚 不愧是神星榜上的天才 乾坤镜 便已经成功凝结了道印 而且这是某种 散发着苍古气息的 剑道道印 剑道道印 即便在无数大道道印之中 也算是强大的存在了 更何况那独特的苍古气息 这还不是普通的剑道道印 就连周穷健壮 眼中都是闪过一抹异色 这林小顺比之上次见面时 又进步了 那道印不错 林小顺虽然没有施展自在天 但也算是用了全力了 除了自在天以外 没有丝毫留守 足以碾压那名叫夜尘的小子 十万次了 大部分武者都是在这一剑 散发出的剑气之下 面色微变 要么飞速朝着远方退去 要么支撑起了防御光幕 而夜尘面对这恐怖一剑 却只是手腕翻转 一柄漆黑长剑出现在了手中 正是煞剑 这一剑尚未真正落下 夜尘周围的空间 便已经开始疯狂碎裂了 无尽的空间风暴翻涌着 夜尘却是如同泰山一般 窥然不动 那金色丝线转瞬之间 已经如同金色闪电一般 斩到了夜尘的身前 众人的眼前仿佛已经出现了夜尘的身躯 被这一剑分割成无数碎块的那一幕 这一剑的力量惊悚到了无法形容 绝不是圣祖境存在能够抵挡的 甚至在场的一些乾坤境强者 在这一剑的威势之中都是面色苍白 即便施展了自在天 都未必有自信能够接下 可就在这刹那之间 一变突生 一股极为强烈的妖气 骤然从夜尘的体内爆发而出 梁伯、桂陵云等拥有妖族血脉之人 瞬间就是目光一颤 山鬼不是纯粹的妖族 但凭着部分妖族血脉 就能够成为百荒之山 五大妖族世家之一 可想而知 其血脉的强大 可此刻夜尘爆发妖气之时 他们竟是感到了一种灵魂上的颤抖 那是血脉威压 对山鬼一族都能产生血脉威压 夜尘这妖族血脉 强横到了何种程度啊 但这还没有结束 妖气之中 又是一阵极为恐怖的邪气 生疼而起 让夜尘整个人 瞬间宛若化身了邪神一般 而在邪气之中 一道银色火焰闪耀了众人的眼眸 周围的空气 瞬间炽热了起来 那火焰 竟是散发出了顶级神火的气息 众人的面色一变再变 他们看着夜尘的眼神完全不一样了 这小子到底是何种存在 一个圣祖性的家伙 竟然能够散发出 如此众多强大无比的气息 难怪 夜尘那么狂了 原来也不是没有底气的 惠灵云意识美眸之中 一彩连连 但很快 这光芒便暗淡了下去 还不够 想要战胜林小顺 还不够 突然之间 在场的乾坤净存在 目光都是颤动了一下 为什么 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乾坤之气 所有人都是面线呆滞之色地 看向了夜尘 只见此刻的夜尘 手持长剑 周身毁灭道运激荡 一道道印 亦是浮现在了夜尘的身前 同时 夜尘周身的景致飞速变化着 自在天 那是自在天 所有人都吃傻了 无法理解了 一个圣祖竟存在 为何拥有自在天呢 有就罢了 最关键的是 这自在天之中 散发着乾坤之气啊 下一刻 夜尘猛的灰剑 狠狠一剑 朝着面前的金色丝线 狂斩而下 漆黑剑芒爆发而出 轰隆一声 惊天动地的巨响 金黑两色光芒 交织在了一处 强大的鱼波 朝着四周辐射而去 无数山石草木 都在这鱼波之中 化为了虚无 但很快那金色道印 以及滚滚剑光 便是在黑光的压制之下 破碎 彻彻底底地破碎 夜尘这一剑 竟是直接将 林小顺的逆天一剑 碾压了 什么剑道道印 什么仓谷气息 到了夜尘面前 都是狗屁 而那漆黑剑芒 破碎了金光之后 却还在继续前进着 朝着林小顺 鸡舍而去 什么 林小顺惊呼一声 面色已经完全变了 他哪里感受不到 这一剑之中 蕴含着 何等恐怖的力量 原本他已经做好了 欣赏夜尘死亡 那一幕的准备 面上带着 无比残忍的笑容 毕竟 一个圣祖敬 挡下自己的权力一剑 简直是笑话 在他看来 夜尘必死无疑 可现在 笑容早已荡然无存 感谢观看来 感谢观看来